看看新闻网 近日于昊明被目击独自回京 不一会儿出现了一名女子前来接机 两人上了同一辆车离开机场 最终车子停在一处住所前 于昊明跟该女子下车后一同进了小区 可以发现一路上两人互动自然有爱 很像是一对相恋多时的小情侣 那么问题来了 这位于昊明的女友到底是何许人也呢 视频爆出之后 媒体和网友们就行动了起来 据爆料 视频当中的女主角名字叫王浩然 是一位女演员 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的他 先后参演了电视剧《龙门标局》 电影《匆匆那年》等热门影视剧 不过王浩然演的多数是小配角 表面上看他跟于昊明 似乎没有什么交集 但缘分有时可能就是这么奇妙吧 总关于昊明的感情史 对于外界来说几乎是一片空白 仅有的是2013年 关于他跟杨幂的一段传闻 但也仅限于传闻的阶段 因为这好朋友联系多 然后平时也会约出去 然后聊天 吃饭这样子 那现在这个事情出来之后 你们还会回家吗 当然会吧 对 但是可能现在他会比较 就是把所有的精力 会放在另一个人身上 对 所以 此后于昊明低调专注工作 再也没有任何 有关他感情的传闻出现 直到2014年10月 他还曾有过这样一段 期待爱情的感言 就来了就来了 对 我觉得现在我也不会说 抗拒 说为了事业什么的 这种抗拒 有了新年地 总好